少年被外星生物选中 被雷劈后获得了各种神奇的超能力 今天带来的电影是《超能力同学》 故事一开始 大反派黑袍哥就露面了 之所以来地球 是为了得到极品挂灵 获得最强的超能力 极品挂灵就是这个长翅膀的不锈钢球 他刚要伸手去捡 就被一道电流给弹飞了出去 这放电的人就是咱们正义的化身 时空特警小兰 他追了黑袍哥一路 终于在这里让他给追上了 两人刚见面就动起了手 这黑袍哥好歹也是个大boss 居然连个小姑娘都打不过 两人打得正热闹 极品挂灵却挣脱束缚 悄悄溜了 这下黑袍哥着了急 就打算速战速决 他找来了一只五毛钱特效的蜥蜴 被蜥蜴咬了一口后的他 变身成了蜥蜴人 原来只要让动物咬自己一口 他就能发动自己挂灵的兽化能力 变成蜥蜴人后的黑袍哥 实力那是直线上升 还用爪子伤到了小兰 小兰一看也不磨叽了 又施展出了自己的超能力电能 黑袍哥被打倒在地 放了句狠话就溜直大吉了 而刚才飞走的挂灵 找上了咱们的男主小帅 小帅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反正先跑再说 但这挂灵就跟上小帅了 怎么甩都甩不掉 最后他潜到了地下 来了手背后偷袭 小帅表示 我不想多说什么 看我表情就好 羞耻的小帅捂着屁股 来了衣物室 正好碰到小兰也在这里 他就跟小兰说了自己刚才的遭遇 小兰一听 激动的向小帅解释了起来 说自己是来自其他星球的时空警察 还说小帅是被极品挂领给附体了 马上就能拥有最强的超能力 小帅一听 外星人是吧 让我看看你这外星人的身体 和我们地球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 手刚放上去就被电得焦黑 这下他不信也得信了 虽然小帅现在还没有超能力 但只要来点外部刺激 就能激活了 一看小兰又要放电 小帅随便找了个理由 就赶紧溜了 逃跑的黑袍哥元气大伤 差点被自己体内的鞋挂领给反噬 自己暂时不能贸然出动了 于是他放出去三个附属的鞋挂领 让他们去找一个宿主 帮自己调查极品挂领的下落 现在的他因为受伤 再变身动物就变不回来了 刚说完就被一只猪给偷袭了 这下可好 不但变不回来了 还被猪的主人飘飘带回了女生宿舍 当成母猪打扮了一番 虽然黑袍哥变成了猪 但是他放出去的鞋挂领 还在外头胡作非为 第一个鞋挂领 附在了小帅的室友娘炮哥身上 娘炮哥一下会了72遍 但可惜马上就被小兰给识破了 被控制的娘炮哥 刚和小兰过了两招 就被绑起来打晕了过去 小兰这也没个帮手帮自己 就开始想办法激活小帅的超能力 又是开车追又是用火烧 把小帅折磨了个半死也没成功 这时另外两个鞋挂领出来了 一个附身在了小帅室友大壮身上 大壮的超能力是隐身 另一个附在了飘飘身上 飘飘这个就更厉害了 是意念控制 小帅连人都没看到就被打趴在地 大壮还掏出了一根又长又粗的针管 打算趁现在洗走小帅的极品挂领 得亏小兰及时赶了过来 先是把大壮点出了圆形 又把控制小帅的飘飘点得吐了一大口利青 这下三个人都被抓住了 但是黑袍哥也恢复了过来 他赶来吸收了三人的能量 随即实力大增 一眨眼的功夫 小兰就被撂倒在地 解决了小兰 黑袍哥又控制其他人 开始吸收小帅的挂领 关键时刻 小帅居然把飘飘给唤醒了 靠着一年控制的能力 飘飘先是唤醒了其余二人 又控制住了黑袍哥 成功让小帅带着小兰 来了一波战术性撤退 连小兰也打不过黑袍哥了 小帅想着 这下可不能再吃软饭了 他往天台上一站 一道响雷迎面劈了下来 小帅的超能力终于被激活了 他先是给小兰充了电 然后就去找黑袍哥要人了 要不说是极品挂领 小帅的超能力 就是有很多超能力 一套连招出手 黑袍哥愣是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但他毕竟是大反派 手里还有兽化的杀招 一瞬间就变成了一只巨型野猪 但是你光个头大也没用啊 小兰直接把附近书店站的电 全抽过来传给了小帅 小帅雷神附体一蹦八米高 这一毛插下去 巨型野猪就成了巨型烤猪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虽然整部电影的故事特别简单 但是作为网络大电影 并没有靠卖肉博人眼球 而是切实地讲了一个奇幻故事 这也算是卖出了好的第一部 那么最后 如果你能获得一种超能力 你会选择什么呢 这是最后受到写刀的